50岁资深女星张瑞竹2015年嫁给大陆珠宝商后就定居上海 日前她在脸书上发文辱骂总统蔡英文长相抱歉 三八引发轩然大波 遭网友群其习惯怒哄 昨天3日她在脸书上吐怒心声 称自己历经沉水扁 蔡英文上台不仅收掉服装店生意 也陆续失去大陆贸易订单 感叹反正只要民进党上台 我在台湾的生意就不用做了 张瑞竹昨天在脸书上总结上周网友对她的负评留言 对于网友直指自己一直在骂小英 张瑞竹表示她认为自己只是比喻不当 真的要骂不会用这种骂法 话锋一转 张瑞竹提到当年陈水扁上任总统两个月 我的服装店生意在大年初一到初五的订单 瞬间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 之后我就关店了 后来换成小英上台 失去中国贸易订单一个月三万平的指甲水单之后 我和我那努力了好几年 那些台中工厂的研发朋友都因此改行 老板改去别公司上班卖马桶张瑞竹感叹 反正只要民进党上台 我在台湾的生意就不用做了 张瑞竹解释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爱台湾 她认为小英总统也爱台湾 但也提出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两岸有更新盛繁荣了吗 她指出 马政府时代承认九二共识的时候 两岸关系友好 当时台湾人也的确过得比现在好 认为九二共识就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的好提案 张瑞竹说自己能理解身为反对党一定要有东西可以反对的道理 但她直言民进党把注意力一直放在挑拨离间两岸人民 只会苦了大部分的平民百姓 气大家可以随便演 但不要演到让原本可以因为两岸的互相帮助而互惠的台湾人民 因为这样反对这反对那 而过得 的 萧条了 最后张瑞竹表示自己暂时推掉了一些友善的媒体采访 并透露不想在这个时候去选议员立委 什么的 只想当个中立局外的评论人 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小小力量帮助台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